HELLO 各位朋友,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不是帶大家去購物,購物我都不懂 不過今天我來Wallington做事 我一會兒去看一間屋 但是我知道這裡有一間新開香港人開的小型 又不是叫超市,小型的雜貨店 開了不久,我打算進來拜訪一下,支持一下 這間一看就知道是香港人開的 KongChill HKG Super Store 大人就大,不過我也值得行 以及值得支持大家香港人 這個Shopping Mall旁邊還有針灸的 不過我現在就是看KongChill Super Store 這間Super Store其實開的時間不太久 貨品說多就不多 剛才跟老闆聊了一會兒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說沒有啊,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沒有特別 賣香港的東西在英國來說已經叫特別了 不如走個圈看看吧 這裡有件事老闆叫我 特別跟大家介紹一下 留言區 因為Wallington來說 其實現在慢慢慢慢 就很多香港人在這裡聚居 因為地點其實是清邱 也都是一個很舒服的住宅區 無論去曼城好、禮物店好 兩邊其實都很接近 交通方面 稍後我再看那間屋子 再跟大家說 他說他們有個留言區 是很歡迎我們香港人來到這裡之後 大家有一個社區 然後是一個小社區 例如你們可以幫人剪頭髮 或者可能幫人裝修 當然啦 如果裝修涉及有些牌照的東西 要確保自己真的有足夠牌照 如果有些東西 例如教音樂之類 你們可以在這裡留言 自製Poster 自己跟老闆說 OK的 他們就會貼上來了 不收費 不收錢的 好 然後看看 這裡也有些時候令的蔬菜 可能我來的時間不太適合 現在是星期六下午 兼且是五、六點 所以 只賣剩的不多 要買就快手 OK 然後這裡就有些食物 老闆跟我說 就說 盡量買一些香港生產 或者如果買一些日本出產的 或者韓國出產的 真是原產地出產的產品 這裡 說這邊 不如先說這邊 為甚麼要說這邊 即是出錢一丁 其實跟大家說 英國都有積食麵 都有出錢一丁 但是是歐洲出產 東歐出產 但是老闆跟我說 他們強調這個真的是香港出產 所以有中文字 繁體字 這個就是香港出品 吃下去是不同的 吃下去是不同的 匈牙利出產的即食麵 我吃過 香港出的即食麵 是不同的口味 吃下去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這裡的日本醬油 我認識我就不認識了 不過老闆跟我說 真的是日本出的 包括這些 是不是叫軍報 烹調方面 我就不太厲害了 也是日本出的 有很多醬油 是日本出的 也有些新辣麵 是韓國出的 大家如果在香港的話 可能沒甚麼特別 也有新辣麵 也有出錢一丁 但在英國來說 買香港出產的出錢一丁 就不是那麼容易 這裏也有很多 平時我們香港人 買開的產品 這個 京都念慈鵪的 琵琶膏 以前喉嚨痛的時候 喝一劑就搞定 這些不用我介紹了 這裏他們也有點心 在英國來說 喝茶不是那麼容易 在香港來說 早上星期六日去喝茶 是甚麼 7點 8點去喝茶 這裏不是的 這裏是12點才開的 那如果你真是早餐 早餐想吃點心 就最好自己在家裏蒸 那裏有些湯包湯料 其實在這裏買都不容易 如果我住在我家裏 我去買的話 我都要開車起碼半個小時 去華人超市才能買得到 這裏還有其他 就是一些醬油的 我都不和大家說 這裏也有些打邊爐的用料 在香港來說 冬天入冬當然是打邊爐 在英國來說 夏天很冷 尤其是晚上 夏天隨時十幾度 所以夏天可以打邊爐 在英國來說 這間大任大 我都希望它日後 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多產品 也可以造福我們香港人 因為我們吃開香港的口味 其實很懷念 所以我一出唐人街 我就會盡量買回我們平時吃開的東西 尤其是找回香港的口味 向波林堂來說 也是一個對香港人來說 一個新成立的社區 我也都希望他們日後 做得越來越大 多些產品 我過來做事 也可以買東西回家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現在就要去看屋了 遲些離開波林堂的話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附近購物的地方 我現在入屋了 現在外面風大雨大 不過其實 落雨天看屋 有好處就是 如果它真是 吉塔漏水 或者某地方漏水 是容易發現的 所以有好有不好 OK 進來 這裡就是一個 長長可圍 這個就是 這個屋形 一個很傳統的設計 大家看看 它連當時建的橫樑 它的雕色 仍然保留在這裡 因為 Victorian那個年代 建的屋 它傳統都是這樣的設計 英國過八年的屋 就是這樣的設計 你說新屋的 就沒有這些特性特色的 OK 走進來 我們就逐個部分看 首先 這一邊 第一個房間 這個就是客廳 這個客廳的尺寸 其實也不小 這個客廳 其實是三米半 三米半 差不多 它連之前那些木的裝飾 火爐框 仍然保留 不過這裡就封了 封了火爐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不是想著 真的有機會 燒GAS 燒木 燃炭燃燒的話 有時候就封了它好一點 這種舊式屋 那個空間感很充足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留意一下 這個樓底 這個樓底 成三米的樓底 在香港來說 或者就算現在英國新屋 其實一般是2.4米 這裡足足多了60cm的樓底 所以整個樓底的空間感很充足 那麼這間屋呢 如果大家思考一下 思想一下 這裡如果裝一個水晶吊燈 整間屋的感覺 其實華麗 舒服很多 不過一旦找到屋主 搬走了 那麼它的燈色都拆了 那麼就裝了一個最基本的燈 在這裡 那麼這裡 留在空間 然後給新買家 就思考一下有什麼燈色 一般維多利亞式的屋 其實客廳之後 跟著就是飯廳的 飯廳的廚房 那麼好了 那麼我開開這門 看看是什麼 其實這間屋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這間屋 其實它是 因為它之前做了一個擴建 是上手再上 應該是再上手 屋主那時候已經做了 那樣樣東西都其實都很奇怪 擴建這麼多年 那麼這些空間 也是用了這麼多年 這個位置 之前那個屋主 其實是用來做房間的 房間的 如果大家想想一下 這個房間的話 其實等於一個雙屋屋 來的 因為可以放下了雙人床之後 再左右下床 其實這個就可以叫做雙屋屋 這間房子是絲絲正正的 這間房子 大概是3.2米 乘3.2米 那樣的尺寸 它也有一個很大的燈光 所以這間房子 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睡房 也有一個窗 所以這個空間其實都不錯 其實這間房子 剛才我還沒說 這間房子是4房 4房屋 好了 這個窗就是剛才我說的 Anteris有一個好處 就是連中間這間房子 都可以有窗 如果排屋來說 如果中間這間房子 其實做不到窗 因為旁邊已經是你一間屋 所以我就說 如果大家的 budget 只是預料買排屋的話 盡量希望買到 Anteris 就是排屋最尾那間 可以用到空間 可以用到窗 開窗的位置 就會多了 這裡一天 這個就是火爐框 Trimmy Blast 不過也是封了 取而代之就是 一個radator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 Double Bedroom OK 接著我們看看 隔壁的空間 看完這個房間之後 我們直行 直行就是 Darning Room 就是飯廳 這個飯廳 就長方形設計 這個飯廳 就大概3.2m x 4m 所以如果飯廳來說 其實這個是不是很大 大家想像一下 這裡擺一張六人餐桌 甚至乎八人餐桌 都可以 所以看到 這間屋其實 擴建了之後 其實多了很多位置 還有使用的空間 非常之好 因為有些排屋 擴建了之後 多了什麼 廚房大了 飯廳大了 其實不會多了一間房 但是這間屋 它擴建完之後 下面多了一間房 那間房也有窗 因為一間房間 一定有窗 根據Building Regulations來計 所以它下面已經是一個房間 而再走進來 也是一個很大的飯廳 所以這個 在擴建來說 其實它用的空間 規劃得非常之好 好 接著再直行 就是脫房 還有它有一個叫 Down Stair Toilet 還有一個臨浴間 空間比較小 我就不進去 它有一個棋缸 我也是站進來 始終是Down Stair Toilet 不用大 不用大 用得到就可以了 因為是輔助性質 好了 看回這個棋缸 這個棋缸 其實也是兩尺 是一個最小最小的棋缸 可不可以再小 當然不行 人也要轉身 是不是 那你就有些花灑籠頭 都要壓回相當的位置 所以這個 大家如果想做Down Stair Toilet 再加一個臨浴間的話 這個是一個最小的選擇 一個這麼小的空間 為什麼我想再說下去 其實因為這個這麼小的空間 就可以做得到它所要的東西 你想像一下 一個兩尺 多兩尺半闊的 成一個四尺的地方 你能做到多少 真的做到很多 坐廁有一個 身後一個Radator 又有 這一邊 看看臨浴間 試試等我開機 因為這個位置始終太窄了 這個臨浴間 這個棋缸 就是可使用之中的最小的棋缸 這個是兩尺的 就是這個 接門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看看 嘩 這個洗手盆 真是別致了 大家看看 別致了 一攬手 大概七寸 這個洗手盆 好 我們看完這個 麻雀衰小 五臟居存的浴室 然後再看看 直入了 直入這個廚房 我又出鏡了 這個廚房其實就相對小了 一定是 以前買廣告一樣 牛奶公司的巧克力奶 要牛奶味多 巧克力味少了 巧克力味多 牛奶味又少了 所以這個廚房來說 相對 如果你說英國標準來說 是偏小 偏小 不過 它也有需要有的東西 它也有的 例如 它這個 有一個主食爐的位置 這個小小的 不過 這個就不是全闊的主食爐 所以買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另外 這邊就有一個 就是做一個雪櫃的位置 對了 然後 就包括有 鑫盆 boiler 也都佈置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是洗衣機的位置 所以 這個是 一間物業 是一個叫幾滴式的物業 即是說 它的空間不是大 但是它擁有的東西 就是有齊殺大家所需要的東西 接下來 就出去 backyard 這裡就不可以叫花園的了 這裡 其實可以給大家一個想像空間 平時很多時候說 有前園有後園 對不對 這間排屋 一般排屋來說 它的後園一定是小的了 但是這間排屋來說 甚至乎沒有後園的 後園去了哪 是做了之前擴建的部分 包括這個廚房的擴建 如果從外面這個位置拍過來 就能看到 這個就是當年的後園 backyard的一部分 而這個位置 就上面做了一個棚 大家看看 好像今天這樣剛剛好 外面有風又雨 搞到身體濕了 凍凍地 但一出到後園 這裡舒服了 因為上面做了一個棚 這個棚是透光的 所以我聽前屋主說 就算冬天的時候 有時下雨 有時下雨 有時出太陽 一天可能下雨幾次 上班之前 浪了衣服在這裡 就沒有怕 為什麼 下雨就有它下 不會震濕衣服 出太陽的時候 它也可以曬得到 它上面也有空間透氣 所以有風可以帶走一些濕氣 OK 我們上樓上再看了 上樓上之前 不如看看樓梯底 樓梯底 它現在沒有做任何事 不過經常有朋友問 樓梯底可不可以做廁所 其實是夠空間做的 我試試 我把人站在這裡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一個 我開燈 第一件事 你能夠進入它的頭部 頭部的空間 一定要先充足 第二 座廁的位置 它一般是矮些 樓梯底的斜下去 其實這個位置做的座廁 其實是剛剛好 就是這樣 我當座廁是這樣坐 所以其實都夠空間 一般來說 我們廁所的空間 其實這裡最少最少 就是70cm 但這裡就摩定70cm 所以其實是OK的 基本上可以轉到新的 這個位置 也可以做得到座廁 不過參加參賽 就要留意一下 糞渠去水的斜度 以及摺出去大口的位置 這個就是每間屋不同 所以這裡 大家就自己看看自己的房子 摺糞渠的情況如何 簡單一點說 樓梯底還有廁所 可以嗎 可以的 再加上有些水箱 水箱面上高 還可以有一個小小的洗手盆 大家如果特別去找找 應該有機會找到這類的產品 OK 現在正式上樓上了 這間上來就是一樓 一樓裡面有三個房間 加上一個浴室 我們來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是擴建的部分的樓上 大家看到擴建的部分 他就把屋頂的斜面 做了下面的位置 做了這個房間 其實就算站到這裡 其實都仍然夠一個人的高度 所以其實這個房間是盡用到的 這個房間其實就大約3.6米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大家看出去 就是那個後院 但是那個後院 就是已經做了除房區 以及做了一個棚在這裡 OK 但是這個窗 它是因應它的屋頂斜下來 所以它一定要做到這麼矮 不過做這麼矮也有好處 就是當椅子 有小椅子 坐在這裡 還不錯 不過這裏 因為它要遷就一盞燈的位置 所以就會遷就一個屋頂 它燈在一個位置 形成這個位置就暗一點 所以如果做得好一點 這個位置再做一個燈圓 光圓的話 這間房間就會更強 OK 接著我們看看隔壁房間 這個Landing Area 還有它所有房間 其實它鋪在Landing Area 4 所以打理來說 會乾淨 企理 雖然這個Landing Area 4 不是新鋪 我就問屋主 這麼新鋪 是不是剛剛鋪完 他說不是 鋪了兩三年 三四年 但是看得到 保養得非常之好 大家拍一拍 好像是新的 我以為你是否新鋪 不是 但是看得到屋主 其實對這間屋的保養 其實做得不錯 做得非常之好 接著進來看看中間的房間 中間的房間 都是一個雙人房 雖然它不是一個很大的雙人房 但是絕對絕對 是放得到一張雙人床 左右落床 再加上 另一邊的位置 還可以再放到衣櫃 所以看看這個整個空間 真的都很舒服 這裏 這裏就大概 3.3米 乘3.3米 的尺寸 我試試站過來這邊 很多時候這個位置 可以做回衣櫃 或者如果做書房 這裏就做了書櫃 我家裡的客廳 也是有個火爐位 側近這裏 我們就做了書櫃 那邊也是 那邊有另一個位置 這個房間 就是樓上三間房間的中間房間 所以我剛才一開始說 買牌屋最好就是買 Anteris 就是最尾那間 變了這裏 有牆向外 就可以做了一隻窗 所以這裏夾在中間房間 仍然有個窗 接著我們看第四個房間 接下來看最大房間 最大房間就是向外面 這間房間真的大了 這裏長度有5米 闊度有3.8米 還有兩隻窗 空間感充足 採光度透風 也都非常之好 所以這間房間 做主人房間相當之好 甚至乎這間房間 如果擺消心思裡 選個套間出來 都還有空間 打個比喻 是吧 這裏 這裏 這裏5米 你想想 這裏我選出來 選個套 就是做套房 裏面有刺盤 洗手盆 淋浴間 之後還有多少空間 所以這裏 其實這間房間 四個房間 四個房間很大 即是一個Double Bedroom 再加上樓底也很高 這裏有3米的樓底 所以整體的空間感很舒服 現在這間房間 屋主就搬走了 沒有傢俬 沒有佈置 大家想像一下 只要大家 給小心思 佈置一下 其實這間房間 都可以住得很舒服 接下來我們看看浴室 這個浴室 就是偏小的 好老實說 真的 基本上它要有的東西都有的 但就期望不要太多 浴缸 刺盤 洗手盆 基本上要有的東西都OK 而且也有個窗 也都通爽的 而且它也都安裝好抽氣線 所以基本上這間房子 買進來之後 其實都沒有東西弄的 沒有東西收拾的 OK 而且一些窗窗 也都非常之好 很順滑 OK 整體都不錯 這間房子的屋主 我認識的 他住在這間房子 都超過十年了 一直他都住得很好 不過因為他的兒子和女兒 去了曼城做事 也都他兒子和女兒各自都有小朋友 所以他們也都退休 退休了 超過六十歲 所以就想住近他兩個子女 兼且幫他們照顧小朋友 因而呢 他們就需要賣了這間房子 他們就已經在曼城買了屋 也都搬走了 那這裡呢 所以放售的話 就是沒有training 所以就也都 大家想短時間內做成交 這個物業是可以值得考慮 這個物業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 他很近的Town Center Wallington之前我介紹過 他是一個介乎利物浦和曼城大城市的中間 兩邊去都是開車半個小時 如果是坐火車呢 快線都是半個小時 慢線的火車慢線就是45分鐘 那麼車票呢 都是說五磅幾到八磅的 就是貨車票 所以那個交通來說 其實這裡是挺舒服的 挺方便 這個地區 如果真的要等於香港 作為一個比較呢 我自己覺得 這個等於一個大埔 Wallington也是一個大埔 或者屯門市中心這樣 為什麼要說市中心呢 因為這個Wallington 其實它這個雖然叫Town 但實際上其實都很大 而且它這裏附近走十分鐘內 就有Tesco 即是很大的車輛市場 Sainsbury's Audi 還有呢 亦都有一個很大的購物中心 就是剛才我剛剛走完那個購物中心 走過來這裏呢 都是說十分鐘 去Wallington Town Center 也是十分鐘 去到那裏 如果大家想坐巴士的 那裏呢 就很多很多巴士線了 所以這裏來說呢 是說交通購物方面 也都很方便 這間屋來說 就跟我之前可能介紹看的 真正四房大屋那種屋形不同 之前我說呢 四房那些呢 很多時候都是獨立屋 就算半獨立屋都好 它是一些比較大的 前縁是大一點 多泊車位 後縁是大一點 這樣 整體的預算 那大家預算 就一樣要大一點 是不是 那這裏有個好處呢 就是說這間屋 雖然是四個房 這房也都有兩個浴室 也都相對近一個Town Center 它出去購物的 不用開車 不用坐巴士 行路十分鐘已經到了 那是適合一些 叫相對預算小一點 但是呢 這間屋裡面房間需要多些 多人住的 例如可能三代銅塘 所以上一間屋就要四個房間 那這種屋形呢 就是適合的 百貨應百客 現在呢 市場放售的 就是二十一萬磅 二十一萬磅 但是呢 以這個屋形擴建了 它不是擴建下面一層 它是上面 兼且它是四個房間 而且四個房間都是大的 都是雙人房的房間來的 所以 如果這個價錢來講 這個屋形來講 其實那個市價 就應該去到 超過二十一萬 我相信呢 去到二十三萬磅 就是以這個市價來講 那現在呢 就還在市場放售 那屋主呢 因為它都換了樓 那邊也都希望這間屋呢 他就都住了超過十年 也都希望賣給一個 就喜歡這間屋的人 那市值租金方面呢 這些呢 就在這區來講 很難找到類似 就是這類屋形 又有擴建了 有四個房間 兩個浴室 那樣 但是呢 這個呢 我相信放租出去 如果真的遇到 真的需要這類屋形 這些地點的Family 住戶的話呢 我相信呢 應該可以租到成一千磅 那所以 為了大家的運算 運算出來呢 這個 那個投資回報呢 有成五點幾里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差不多了 也都將近黃昏 那希望大家 喜歡我的片 喜歡介紹英國的物業 也都如果大家對這間屋 有興趣呢 也都可以聯絡我們英私物業的 OK 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